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人一旦上了年纪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失眠 腰膝酸软,腿脚无力 其实这些症状很多都是心肾不焦所引起的 89岁的老中医推荐用核桃搭配这几物 这样吃可以缓解心思不灵 神经衰弱,肾虚 隔三差五吃上一次 心肾不焦的症状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首先我们来准备三颗左右的核桃 先把核桃人包出来 我国古代人早就知道 核桃具有健脑抑制的作用 李时珍说核桃能够补肾 通脑有抑制 不少古代人还发明了许多吃核桃的方法 核桃不仅是最好的健脑食物 又是神经衰弱的治疗剂 患有头晕,失眠,心悸,健忘,食欲不振 腰虚酸软,腿脚无力等症状的老年人 每天可以早晚各吃一到两个的核桃人 即可起到滋补治疗作用 核桃人还对其他病症具有较高的医疗效果 它具有补气、养血、润躁、化痰、润肺、温肠 消肿善结的功效 科学家们发现 每100克的核桃肉中含有20.97个单位的抗氧化物质 它比柑橘高出了20几倍 人们吸收了核桃的抗氧化物质 可使机体免受很多疾病的侵害 自今为止 人们已经知道 经常吃核桃可以减少血液当中党固醇的含量 并减少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核桃人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和维生素E 可防止细胞老化 能够建脑、增强记忆力、延缓衰老 核桃中含有特殊维生素成分 不但不升高党固醇 还能够减少肠道对党固醇的吸收 适合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人使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每天的量不离过多 最多是三颗 接下来再准备15克左右的黑豆 黑豆它的营养成分 比其他的豆类含量要丰富很多 含有大量的卵磷子和蛋白质 其中矿物质元素含量特别高 它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属于抗氧化剂 可以达到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效果 黑豆的上食纤维含量特别丰富 可以达到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能够帮助改善大便干燥和排便困难等情况 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黑豆 还可以氧气 补血能够改善气血亏虚和气血不足 有助于缓解面色参白 视之无力的症状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补肾益气 适量的吃黑豆的话 能够改善肾阴虚和肾阳虚 能够缓解肾虚所引起的视之乏力 或者是精神倦怠 朝日多汗等症状 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 经常会肾虚 还有夜尿多 睡眠不好 都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黑豆 能够缓解以上这些症状 肾不虚啦 气血足啦 睡眠自然就好了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三胜钢 三胜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既是水果 也是中药材 它可以补血 知音 改善贫血 润肠 通便 缓解失眠多梦等症状 中老年朋友适量的吃一些三胜 可以让身体营养均衡 让免疫力提高 细菌侵害降低 在三胜上市的时候 吃三胜就能够减少感冒疾病产生 最重要的是能够知音补血 三胜它是一种含性食物 味道微酸 甜 能够保护肝脏 养心 以及滋补肾阴的作用 三胜肝我们可以用来泡水喝 也可以直接当肝果吃 能够减少少年白头的 以及失眠多梦等症状 女性朋友经常容易贫血 适量的吃三胜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三胜搭配贵人一起炖肉吃 能够很好的改善贫血症状 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失眠多梦 或者是腿脚无力等症状 还有神经衰弱等问题 都可以食用一些三胜 包汤 泡水都可以 能够很好的改善以上这些症状 接着再准备10克的花生 中老年朋友适量的吃花生的话 能够促进大脑发育 增强骨骼 预防脑连痴呆症 起到补脑的作用 花生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 和其中的赖氨酸可以提高质力 骨氨酸和天门冬氨酸 可以促进脑细胞发育 增加完善 因此平时应该可以适量的吃花生 能够促进大脑发育 和记忆力增强提高 还能够延缓衰老 因为花生含有额茶树 可以清除体内脂油肌 赖氨酸可以促进细胞再生 因此平时吃花生可以延缓衰老 降低党固醇 花生里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 这种物质可以提高体内多余的党固醇排泄 从而避免党固醇在体内堆积 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积极的意义 花生还可以补充钙子 花生含有丰富的钙 而对人体的骨骼和牙齿都有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到两颗的红枣 红枣每天吃上一到三颗 具有非常好的补充益气 养血安神 健脾和胃的作用 如果气血不足 脾胃虚弱 失眠多梦都可以适量的吃上一些红枣 能够补虚洋血 经常食用可以助盐 去斑 滋养 美容 特别适合女性朋友 用清水把所有食材清洗干净 然后再用剪刀把红枣的果盒去除 接着再把所有的食材倒入破壁机中 如果没有破壁机 也直接用砂锅煮 煮烂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豆浆键 直接打成豆浆就可以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25分钟左右 一道非常香浓 湿滑的豆浆就打好了 用核桃搭配这几种食材一起 这样吃 对于心肾不灵 失眠 健忘 虚发枣白 肾虚 胰筋 腰膝酸软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隔三差五的煮来喝 可以促进大脑发育 提高记忆力 预防脑连痴症 补肾 补肾 补气 养血 美容养炎 延缓衰老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补益效果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